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火披风BOSS的打法 这个BOSS用一句话来讲 就是他双手拍地的时候开反弓箭祈祷 其余时间全部开反魔法祈祷 小怪在第一时间需要击杀防止给BOSS回血 同时注意BOSS是否拍地 这个图上列出的左边的祈祷是普通的祈祷法术 右边是做完任务以后那个诅咒系的祈祷法术 说起来简单 其实打起来的话 作为萌星第一次打的话 心里会有一点畏惧 就是前面打了62波最后一波的话 非常容易死 然后他打一波至少要打整个流程 下来大概要40多分钟 我建议大家是一定要把这个攻略给看好 视频注意仔细看 然后自己实践操作的时候争取40分钟就把它搞定 否则的话你第二次重新开始 你还是要从第一波开始打 打到最后一波40分钟 我就在这方面大概打了三四波才打完 这里我给大家列出我会面打BOSS的一些录像 大家可以参考 OK 大家喜欢的话点赞关注支持 挖断电话 应该是很好的 我们开始 Lokal 我们转发 发生 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面前 1 2 2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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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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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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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0